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系 今天我卷了一下头发 但是确实是比较失败的 大家重点不要放在头发上面好吗 答应我 这一支视频呢 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一直在回购 或者说我已经回购了两次这样子 用完之后呢 我也会捕获的那种东西 里面有用的也有吃的 也会提到我的一些小小的习惯 其实这一遍已经是我第三次录这支视频了 第一次录完之后我觉得 整支视频里面的我非常的胖 然后我就重新开始了第二次 因为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是加了招康七这个tag 但是录完之后我又觉得 我的这些产品是不是确实不太贴切 所以我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三次录制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有两样东西 我真的舍不得给他们分第一第二 所以我要拿出来一起讲 一个是碧油的蓝管的防晒酸 一个是庞氏 它们两个都是我回购房里 可以说是定牌的第一名吧 那我先说这个洗面奶吧 它应该是最便宜的氨基酸洗面奶 我觉得有留意的人都会知道 因为它在微博上面也是很火的 大家都在一直推它 这一支应该是我买的第六支了吧 它的使用感非常的好 对我来说有足够的清洁力 洗脸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 我之前用过蛮多那些 日本活起来的那些 也是很评价那些洗面奶 用一次两次就不会再想去用它了 通常洗完之后我都会感觉 我的脸真的好紧好紧非常的不舒服 我用了觉得不好之后 给我妈妈试了一次 她也非常的不喜欢 具体是哪些我就不说了 我也想不太起来了 这个庞氏洗面奶呢 它在屈城市只要14块吧好像 重点是如果你有会员卡的话 它只需要1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这么便宜的洗面奶 使用感还这么好 我不明白有什么不回购它的理由 我会一直一直的用它 那中间我可能也会参叉的 用一些其他的亚样 有一支也还不错 如果要我长期回购的首选 就是它 好了庞氏说完 我就要说这一支 必有的蓝管的防晒霜 首先它是旧版了 它新版好像是一个渐变色的颜色 我还在用旧版是因为 我之前每次都是囤着买的 所以慢慢的用下来 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支了 现在用了多少支我已经数不清了 它应该是属于那种 别人会在分享里提一下 说它很好用 很推荐 之后在新回购呢 可能会找其他的去替代它 但是在我心目中呢 它跟庞氏一样 即使我会有一支新的防晒 但是我还会跟它一起交替着用 或者一个脸部一个身体那样用 说起来身体我就觉得视频里面显得我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黑 请相信我 我的身体是黑 但是没有差别这么大好吗 说回它哦 它给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水润 然后不会黏腻 沉膜感的话可能会比很多 更贵的牌子要差一点点 但是我也是很满足了 它的缺点应该是不防水 然后我看晚上说 不防晒黑 只防晒伤 这一点我确实是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哦 我用它以来也没有说 嗯 我变黑了很多 我是在珠海上学的 珠海的海边 我绝对是在最大的太阳下生活 但是它并没有让我变得无其麻黑 至于我上一次说我晒伤了 是因为我根本就忘记涂了 我整个人就是没有涂防晒 所以不是它的错 我应该给你们试一下是吧 它就是这样 然后它好推开真的很水 可以看到吸收也蛮快的 我会让你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就像稍微有一丢丢稠的水吧 如果你在纠结想要入一款防晒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它 它是脸部跟身体都可以共同用的 接下来要讲的算是第三样吧 它的本能没有在我手边 女生用的是密处护理液 它有三种口味吧 我用的是羊肝菊味道 是最普通的一款 它对于我们女生日常卫生清洁 真的起到一个很不错的作用 当然如果身体生病了 不舒服了 第一时间要去看医生 它只是一个预防的清洁吧 不能当作是治病的 每次只需要挤一点点就可以打出很多的泡 我已经用完两支了 现在正在用第三支 我同时在家里跟学校都会各开一支放着来用 它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 这样算下来我用的时间也蛮长的 用完之后呢 我还是一样会回购它 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要提到我的一个小习惯吧 我在每天睡觉之前 必须厚厚的涂一层润层膏 如果我没有涂的话 我会觉得我今天的事情没有办完 没有办法安心的入睡 出门的话我也一定会带一支 要是真的忘记了 我会去找便利店买 实在不行 我会向我的朋友问一下 能不能借我用一晚上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哦哦哦哦 人润唇膏 我一直在回购的是曼秀雷敦 这一支呢是我新入的 也是我使用的第一支 是一个德国的牌子吧 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呢 你的嘴巴会润很多 起皮的情况会减少 润唇膏应该是蛮多人 用着用着 没用完然后就不见了消失的一个物品 但是我已经用掉两支了吧 我也是囤货着买的 曼秀雷敦我一次就会买三四支 你们也知道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用很长时间的东西 平时我在家里床上和桌子上 然后宿舍上床 下面的桌子也会各自放一个 我发现我慢慢的开始 除了睡觉时间 如果平时我没什么事做 就这样玩手机的话 我也会随时想要来涂一层润唇膏 我觉得这个牌子比曼秀雷敦 在我嘴唇上有更润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那种很厚重 就是好像一坨猪柔在你嘴上那种感觉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我非常推荐大家养成这个习惯哦 第五个 应该有蛮多女生都有跟我一样的习惯 或者说如果你平时有需要戴隐形眼镜 但是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 我也希望你可以养成这个习惯 那就是勤换隐形眼镜盒 那那个隐形眼镜盒在我前两天录视频之后 我就把它丢掉了 因为我是拿了一个我要换的 隐形眼镜是否干净 卫生是取决于自己的 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勤换护理液 还有隐形眼镜盒了 无论是周抛双周抛还是月抛 我的隐形眼镜盒都是跟着我的隐形眼镜 一起直接丢掉 盒子不需要买太贵的 你也不用觉得说非常的浪费 像我买的这个平均下来一个才一块多吧 里面有一个双联盒 还有一个夹子 还有一个棒子 眼睛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卫生一定要管理好 我是在同一家店一直回购的 因为我平时带月抛还有双周抛比较多嘛 所以更换的次数就会比较快 开一个新的隐形眼镜盒之前呢我会先用饮水机的开水去烫一遍 它毕竟是塑料吧 可能不能用太高温度的热水去烫它 之后我还会用护理液去泡一晚上 如果你明天要开一个新的隐形眼镜的话 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做这个准备工作了 接下来是第六样了吧 就是我一直在使用的化妆棉 在淘宝购物呢一直都是在这一家店 它是十块钱一包吧 还是九块多这样子 里面有222片 每次我都是一箱六包或者八包这样子买回来囤着用的 因为我平时是不用毛巾的人 洗完脸之后我会用化妆棉去把脸上的水擦干 如果外出我忘记带了我就会去屈臣室买这一个一盒盒的 现在我家里也是这个已经用完了 我忘记买了我就马上开了这个屈臣室的来用 只要这个化妆棉它在我脸上不掉血不会擦一擦就烂掉 或者非常的粗糙它可以满足我日常的这个擦干水分的要求的话 我都会回购的 我一天下来用到化妆棉次数也是蛮多的 洗一次脸我可能要两张 因为非常多水 我觉得一张会感觉有很多水分还在脸上 然后还有卸妆 之后洗完澡之后如果脸上有水的话 我也是用化妆棉来擦的 也不是用毛巾 所以说我只用化妆棉的量真的是蛮大的 之后跟化妆棉一样的还有这个 明创优品的那个超薄的化妆棉 我知道大家都在推荐那个油泥加四分之一吧 好像是因为在以前油泥加还没有突然活起来的时候 我就是在明创优品买了这一盒了 它里面有一千块 一千张 想一下师浮一次脸颊一个两个三个 如果这一服的话四个四五个吧 一次用四五个 那师浮又不是每天会进行的 所以一千张真的可以用很长时间 确实这只是我回购的第二盒而已 不需要太多化妆水就可以把它完全湿透了 敷在脸上呢也不会特别快的干掉 因为我用习惯了 我也懒得去用别的 而且明创优品买东西也很方便 所以我会一直回购它的 接下来这个东西它没有陪伴我很久 也就陪了我一个多月吧 我也没有一直在回购它 只不过它也是明创优品的 我就想顺便拿出来说一下 就是它 它的全名叫 三谷百忧润肤香体喷雾 它在微博上面活起来 是因为别人说它跟竹马龙的那个蓝风铃味道一模一样 那当然我是没有蓝风铃的 它味道是不是一样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上一次经过明创优品 刚好看见它 然后就想起了这件事 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微博里好像大家都说买不到断货 但是我们那里满满的一个货架都是 买它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 我只是想用来做一个房间或者衣物的一个 呃 喷雾吧 我并没有想说真的 让它来做一个香体喷雾 就是香水的意思吧 应该 它第一次喷出来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有一种廉价的味道 喷出来过一段时间呢 它这个味道就会慢慢的变淡一点 就不会有这么廉价的感觉 我觉得仔细闻起来的话 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还算清香吧 这种味道应该怎么形容 持久度 可能也有三个小时吧 我没有特别的留意过 总结下来呢 我觉得它10块钱这个价位 作为房间或者衣柜 衣物这些喷雾的话 还是不错的 至于我会不会回购它 可能就要看我会不会刚好 路过名创邮品 刚好想起它 刚好看见它 刚好有货这样子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吃的 是两个面 然后我现在在家里 它本人是没有跟我回家的 它在我宿舍 一个是那个印尼的捞面 一个是叫做港式方便面 它图片我会放在这两边 我们先说这个印尼的捞面 知道的人肯定很多 我觉得它是在捞面里面 很少见让我不会觉得很腻的一个捞面 因为很多捞面它的那个酱 让你吃的吃的就已经不想吃了 你不会整一碗吃完 它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做宵夜的一个首选 它不太适合做晚餐啊 午餐这样子吧 吃完之后绝对还会饿啊 第二个呢就是 感式方便面 它的味道好像有五种 我一开始是看微博边推荐 它那个咖喱味说非常的好吃 然后我就马上去淘宝了 淘宝之后发现 卖的淘宝店好像只有两家吧 反正我是在同一家里一直回购的 我每次都是十包或者八包这样买 它好几个味道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咖喱味还有 好像是叫红烧牛肉吧 特别是咖喱味它真的非常的浓郁哦 它这个方便面吃起来跟其他普通的泡面不一样 很肤浅的说 就是它不会给我有一种上火的感觉 很多泡面吃起来 马上吃进去 或者吃了傍晚就会感觉完了完了 我的喉咙要炸了 我马上要上火非常的热气了 它不存在这种感觉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 那当然这些叫做什么 盆化食品还是叫什么 就是不要吃太多啦 少吃宜青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试一下的话 可以入 好啦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 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要尝试的一些物品 不知道这支视频里面会不会让我非常的壮 因为我的肩膀真的非常的宽 40多吧 连我的老师都问我为什么我的肩膀这么宽 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平时出门其实我很少这样直接穿吊带的 我就今天想要试一下在镜头面前好不好看 说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我这支视频的话 请给我多投币多大幕多收藏多评论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来我的微博找我一起玩耍 好啦今天就这么多啦 拜拜